各位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喜特勒视角 那么今天呢和各位友友来聊一聊 中国现在正在召开的两会 和东残奥会 同时举行这样一个话题 大家都知道 中国的两会 人大政协正在北京召开 这是每年中国开年以后 第一季度 基本上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自己呢 曾经没有参加过两会 但是我跟两会基本上也是零距离的 一起了很多年 那么因为我工作的地点的原因 那么和两会的住地呢 非常之近 经常和两会的代表呢 在一起 也非常的了解 这个整个的两会 它的这个流程 包括安保的这个行程 那每年到了两会的时候呢 整个的 不光是北京的安保的级别会提高 整个的全中国 大家都知道 所有的意见人士 都会在这个时间点 都会在这个时间点 准时的 被邀请到 其他的城市 去旅游 被旅游 这个费用呢 还是由政府出的 其实也是纳税人的钱 非常有意思 特别是很多的 异议人士 那些个上访者 还是有一定知名度的 在这个阶段 他们一定被销声 不能够发表任何的言论 同时呢 也人身自由 受到国保的这样的一个 紧盯防守 严防死守 那么他们会被带到 他们基本上可以想去的一个地方 但是呢 一定要远离北京 只是这么一个要求 那么还有一些呢 更严重的呢 就有一些人被收支到 精神病院去 在两会期间 接受一个为期不长的 一个非常有关爱的 一个治疗 那么在每到这个阶段 就是一个非常恐怖的 所谓的红色恐怖时期 那过去讲国民党时候 是白色恐怖 那实际上白色恐怖 远远没有红色恐怖 来得更恐怖 那么今年的两会的召开的时间呢 相对比较短 过往呢 在这个疫情之前 基本上都差不多在两周时间左右 那么他们的这个流程呢 也一成不变 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 所谓的总理做政府工作的报告 然后审议工作报告 分组讨论 然后大家举手表决 报告一致认可 通过 然后的话呢 这个新闻发言人 相关的各部委的部长 来做一个新闻发言 接受记者采访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 循规蹈矩的 完全都是一个官样文章 看语不看 听语不听呢 实际意义都不大 关心政治的人呢 小粉红呢 他们其实对真正的两会的内容 他们也不了解 他们只是就跟着这个风向走 其实他们根本 对中国的政治 对中国的历史 完全没有任何的这种概念 那么今年的李克强 在两会当中 讲到了 过去的这个2021年 十四五开局非常的良好 那么国内的生产 在经济发展呢 保持一个恢复增长 因为前面是疫情嘛 说这个国内生产总值GDP呢 增长了8.1% 全国的财政收入 突破了20万亿元 增长了10.7% 城镇的失业率呢 在5.1% 大家注意啊 这个数字肯定是假的嘛 居民消费价格上涨了0.9% 国际收支平衡 那么第二个呢 就说到创新能力呢 进一步的有增强 这个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经济结构和区域布局继续的优化 粮食产量1.37万亿斤 创了历史新高 改革开放 不断的深化 这也是屁话 生态文明建设 失去推进 这点上我觉得啊 我们必须要承认一点 整个的现在它的这个空气污染情况 确实有明显的改善 那么这个改善呢 我们一方面要承认 中共在这方面确实做了一些工作 我们并不能否认所有的这些东西 那么包括北京在内 它的蓝天的这种指数 的确也在增加 那么另外一方面 从这个现在的整个的生态环境的改善 我们其实也看到了 中国经济的这种下滑 为什么呢 很多工厂都倒闭了 很多工厂都关闭了 特别是由于这个奥运冬奥会 导致了大面积的这些个 含有污染的这些工厂 差不多离北京几百公里之内的 都差不多都被关停了 所以这种改善 某种程度上也是牺牲了这种 就业牺牲了经济增长 带来的一种改善 但是整体上环境的确是改善 这点是需要肯定的 然后要提到人民生活水平稳步的提高 这就不用讲了 这是纯粹的瞎说 所有的人都在感受着 整个的生活水平在下降 然后说疫情防控成果继续的巩固 那么这个巩固呢 也是下扯 首先疫情现在在中国 现在到处的都在爆发 然后呢 由于这种封城导致的刺成灾害 在西安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不用讲了 一片骂声 但是呢 很多的小粉红还认为 中国的这些个所谓的这种疫情的管控 它会带来一些 带来一些 整个的疫情管控呢 它也会带来一些这个 这种刺成灾害 所以 整个的疫情 到底的走向会怎么样 我们现在还不能够完全的认知和了解 那么李克强呢 他认为之所以去年取得这些成绩呢 还是说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取得的这个伟大成就 当然首当其冲的就是在习近平的这种领导下 英明领导下 才能有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成绩 那么他也提出来了 整个2022年的工作的整体的目标 就是GDP保证在5.5左右 这也是一个新低的一个数字了 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口以上 失业率的控制在5.5 那么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 那么这几个数字说明什么呢 说明第一 对于2022年的整个的GDP增长 国内的经济的增长 实际上他们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预期 就是说 今年的增长会遇到巨大的这个挑战 同时呢 失业率也从今年他们公布的5.1% 要控制在5.5% 也是说明了 今年的就业压力会继续的增大 那么 而且消费价格也会失去增长 今年是0.9 去年是0.9 今年到3% 也就换句话说 对于整个的这个经济的增长 包括通胀 都会遇到一定的这种压力 那么我们看这个报告 基本上的解读就可以了解 其实中共在整个的2022年的经济预期当中 他们自己留足了余地 他们自己知道将会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 而且非常多的不确定因素 这个不确定因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呢 还是来自于现在乌克兰的保卫战 因为我不希望用一个所谓的俄乌战争这么一个词汇 为什么不用这个词汇呢 因为俄乌战争 本身来讲的话 是双方打战 而本身乌克兰没有任何的错误 它只是在保卫自己的国土 所以不存在所谓的俄乌战争的问题 是乌克兰的 本身它的入侵 所以这是乌克兰的保卫战 而乌克兰的保卫战到最终有什么样的结局 我相信全世界没有一个人 包括普京在内 包括泽连斯基在内 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预估出来战争最终的一个结局 而战争的最终的结局会怎么样 也其实严重的会影响了中国的 2022年的整个的政治经济的一个走向 那么我们假设一下几种情况 如果俄罗斯彻底的输掉了这场战争 现在我们说的所谓的胜利 现在普遍的网上的一种观点就是 普京已经输了 因为在道义上他已经输掉了 那么我对这样的一个观点 我是接受的 那么我们先说的 我们说的输赢是指着军事上的这种输赢 我们假如说在军事上 假如说俄罗斯第一种最乐观的情况 俄罗斯没有打下来 因为一年的时间可能都没有打下来乌克兰 而援军不断的在加入整个的这种反战的力量 逼迫着普京 被迫的撤军 那最好的结果不是乌克兰战胜了俄罗斯 而是他被迫撤军 这是最理想的状况 这种情况呢 我自己认为可能性不大 而这种情况来讲的话 会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呢 在经济上的这种影响就是整个西方世界 他有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来去分析 在乌克兰保卫战当中中国扮演的角色 他是不是在背后支持俄罗斯 如果是的话 那么西方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他们会祭出来制裁的这样的大棒来制裁中国 那么中国一定会面临着比2021年更加困窘的这样的情况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说 俄罗斯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 但是呢 他几乎占领了乌克兰的全境 但是西方的制裁并没有减弱 导致乌克兰 导致整个俄罗斯现在的经济不断的继续下滑 他会对中国的经济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因为整个的俄罗斯 他对在全世界现在面临的 就是都把他整个的包围起来 所有的国家几乎都在制裁他 包括中共在内 你为他洗地也好 怎么样也好 说很多国家没有制裁俄罗斯 但是你数数那些国家 你如果朝鲜不制裁俄罗斯 朝鲜跟俄罗斯能有多少贸易 朝鲜指望着俄罗斯支持他呢 他对俄罗斯的经济能有啥贡献 还有那些个所谓的不制裁俄罗斯的那些国家 那些个国家 包括古巴 他对俄罗斯都是整个的依赖的 在经济上 他能怎么样帮助俄罗斯呢 那么好了 这些个不制裁俄罗斯的国家 对俄罗斯没有帮助 那么制裁俄罗斯的国家 他们对俄罗斯的经济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种打压 而中国是他唯一的一种依靠 那么翻过头来 他会向中国求援 那么中国在俄罗斯军事上取得胜利的情况下 他不得不给他援助 因为这是要为了稳固他自己的政权 为了稳固中共的政权 他就不断的要给俄罗斯的这种援助 而这种援助又会拉低中国的整个的GDP增长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状况 那么第三种情况呢 就是所谓的乌克兰 在这场保卫战中 乌克兰彻底的输了 在军事上彻底输了 西方也妥协了 解除了对俄罗斯的制裁 那么对中共的影响 就可以说变得非常的微小 甚至于中共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个态势 可以看出来 整个西方社会对于所谓的这种强权暴政 他们的妥协 他们的胆怯 于是习近平放胆 可以在二十大之后 可以去武统台湾 这种可能性存不存在 也存在 但是还是相对比较小 所以我三个可能性比较下来 我认为中间的可能性更大 就是有可能 军事上俄罗斯成功了 但是在经济制裁上 他们没有办法解除这种制裁 所以 问题在于就是说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能够判断下一步的走势 所以在我看来 中国的经济 无论如何在明年 都是一个 就是2022年 都是一个艰困的时期 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间 那么我们再来 说一说 现在残奥会和两会都在举行 那么 残奥会呢 现在 他们是一些 肢体残疾的人 在 为了 自己和 命运的这种抗争 展现出来了 这种勃勃的生机 在和命运 在进行抗争 展现出生命中 最绚丽的那边 那个责彩 非常值得人尊敬 而 另外一端的 开两会的这些代表呢 他们是肢体上 非常的健全 但是他们是脑袋残疾 他们出卖自己的灵魂 出卖自己的尊严 去吹捧一个邪恶的政权 他们只做举手的机器 他们提出来的 所有的这些个议案 特别是在最近这两年 特别是在习近平 收紧了这种意识形态之后 现在所有的这种议案 所有的这种提案 都变得非常的诡决 包括什么所谓的 上海的代表提出来的 40岁之后 这些人应该返乡 返到自己的家乡去 包括所谓的青年人 应该到农村去基层 去锻炼几年 这些所有的这个提法 他们的提法 不是来自于他们自己的 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而是来源于 对于整个的这种 趋势的一种探断 来自于对这种 上就是所谓的 一尊他的喜好 他们来提这样的议案 所以这非常的无耻 对这个国家 没有任何的帮助 所以我讲啊 这个两会呢 我自己编了一个笑话说 那么在两会看来呢 那么本身 两会的代表 他们去申请参加 参考会 参观参考会 被参考会的主席就拒绝了 拒绝的理由就是说 我们的运动员 他们虽然肢体残疾 但是脑袋不残疾 实际上就是反讽了 这些个两会的代表 他们实际上是脑袋有问题 脑袋有病 他们那种 舔局的那种姿态 应该是全世界 最能够吹捧中共的那一批人 也是中国所有的最恶心的那一批人 那么有原来的朋友问我 离开中国是什么样的原因 那当然原因非常多了 那么之所以移民 我说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所有的这些民意代表 我从来不认识 这些人大代表 我没有一个几乎是跟我的生活 直接相关的 我也没有选举过 他凭什么代表我 而这些个蠢货 他们所发表的这些言论 他们所提出的这些议案 他们代表我去 讲这个 所谓的这些议案 无形中也就拉低了 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我的这样的一个水准 所以我觉得我不会去参加 不会去接受这样的一种被代表 他们凭什么代表我 他们有什么资格代表我 他们的愚蠢程度远远超过了我 我自己并不是一个聪明人 我也并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人 但是呢 我百分之百的 我相信 我没有他们这么的愚蠢 虽然我也很蠢 但是我没有他们这么愚蠢 他们的愚蠢 其实是让人家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 完全没有办法 让人家理解的 所以我自己坚定的离开这片土地 不让他们代表我 我自己希望我自己的言论 能够被准确的表达 我的意见能够充分的表达 在国外 在自由社会里 最大的好处就是 我想说什么 可以说什么 我想做什么 可以做什么 当然这种说和做 都是要尊重所有的这样的一种 法律的规则之下 你去做 你去说 就像我看到的 经常看到的一个场面 就是大家排队 都是非常的有秩序 甚至于要隔着差不多两米的距离 那么大家吃东西的时候 他们也不会吃自助餐的时候 也不像中国人那样 恨不得把所有的自助餐里的东西 都放到自己的胃里 这样才能够觉得 不亏本 所以跟这样的人 一些人为伍 我会感到非常的丢人 假如那些个小粉红 经常问的一个问题说 你的祖先是不是中国人 这个问题是一个假问题 我的祖先都是中国人 并不代表着 你们这些人也配成中国人 因为作为 所谓的政治意义上的 这些中国人 你们为这个国家 没有做任何的有价值的事情 相反 你们助纣为虐 你们去鼓吹战争 你们去鼓励暴政 你们去消灭那些个正常的表达的言论 甚至于举报自己的老师 所以你们这些人 即使你们的祖先都是中国人 你们自己在政治意义上也是中国人 但是你们实实在在的 也是真正意义上的 这个民族的败类 即使称你们中国人 也是对中国人的一个侮辱 好了 今天和各位又姐分享这么多 谢谢你们的收听收看 请点赞 订阅 转发支持我们的节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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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r渐